我宁愿投资是一种我自己喜欢又有信心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在我人生里给猫酒店 是我觉得最正确的投资 而拿开猫酒店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宗旨 其实这些都是所有猫奴的心声 我赚钱猫享福 猫奴很多时候自己都是 大家都是做得一样 猫的劳性很强 其实无论你家对小充物也好 或者你好像真的自己的小朋友 好像自己的子女 所以变成了其实你对自己的子女 都一定是妈妈出去赚钱 那些小朋友享福 这句话都可以提醒自己 我们要继续做好些 让猫在这里享福 本身个人都不是很大小的 当然你有这家猫走用时 我真的会很多时候 会宁愿把很多钱投放在这里 他怎样可以做得更漂亮 或者我会模模模模模地 想加图挂画更漂亮 让我们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 看着图画都可以觉得心情更漂亮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猫碗 猫床 之后又可以再买好些 反而我真的会宁愿用些钱 在自己的店铺 因为其实是给他们用的 猫酒店本来占上轨道 更计划开始分店 但疫情期间 客人暂贪猫的需求急降 猫酒店更加试过单月损失六位数字 Eling是怎样自救 疫情当然对酒店业是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你连人都没得去旅行 那妈妈又怎会需要住酒店呢 所以是挺大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反而我常常觉得 最重要是趁这些停的时间 千万不要在这手朱代套 每天在这等待 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做多了很多东西 譬如我们会密释很多不同的品牌 譬如是一些台湾入口的包粮 或者是一些由日本来的消毒清洁剂 因为这样都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主人都会问 因为疫情 我家里又有猫 我又不敢用一些有漂白水成份的东西 那应该怎样呢 所以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一些 人又可以用得 猫又没有害 之后又可以清洁卫生 反而在这时候 我们为公司增值 比你们好在等运到 不少公司都会要求 员工货无身价 减低营运成本 但Elaine坚持 宁愿亲力亲围 都不会向员工开刀 这份工是一个 而且真的要很大的爱心 即它不是一种 机械性形式的工作 它是一种 它真的很爱这件事 我们的同事的细心度 可能是有少少便便 可能不够靓 它们都会很紧张 然后都要跟主人说 或者都要观察这猫 有没有好转 有些少少头昏 生气 它们就会去买 食品 所以这件事 不是那么简单 一份普通的工 说这房子无身价 如果是这样 我会宁愿我自己回来 即我自己宁愿回来 我都不会想委屈员工 是上班 但要是零费 经营猫酒店 需要耗费大量心力 作为女艺人的Elaine 更加因为经常要照顾猫 而导致手脚有所损伤 过 它认为当见猫住得舒适 甚至不舍得回家 都会为它带留满足感 它更形容 开设猫酒店 是人生最好的投资 我是很实在的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经常觉得 投资这件事是有些风险的 我会觉得 如果我赚多少钱 我都会存起它 投资 其实我觉得猫酒店 就是我的一个投资 因为我自己又不太懂 然后又可能 我经常觉得自己没有眼光 所以我宁愿是 投资是一样 我自己喜欢 又有信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在我人生里 猫酒店 是我觉得最正确的投资 这是加吗? 那นะคะ 你给我过来